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医生 准备面对一场无形的战争和黑死病抗疫到底 1910年12月27号 傅家店一位开客栈的日本女子突然死去 死前有咳嗽吐血的症状 为了确定是什么原因 刚到哈尔滨的伍联德医生就抓紧机会 和助手带了检验器械到客栈进行解剖 他们从死者用心房抽出两管血 又从肺脏和脾脏等取样放在薄载薄片上 然后迅速地把尸体缝好 放进政府提供的棺木中 当时的社会习俗是不准死后损伤尸体的 伍联德这次对黑死病死者进行解剖 不仅是傅家店有史以来的第一起黑死病死者验尸 也可说是整个东北的第一起 研究过细菌病理学的伍联德医生 在高倍的显微镜下发现了鼠疫感菌 确认证实了患者是患黑死病死亡 他一面通知北京当局 一面请地方官员来观看显微镜下的细菌 用事实来舒服他们 一个多月前 黑死病开始在东北肆虐 哈尔滨每天都有人死于传染病 黑死病也叫鼠疫 是一种通过鼠类传染给人类的致命传染病 可是这场鼠疫 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已演变成一种人传人的瘟疫 传染速度惊人 在当时东北的政治形势下 甚至演变成俄国和日本 用来威胁清朝政府的筹码 这两个一直富士单单东三省的国家 企图以派医疗官员为理由 派兵建筑东北 疫情和外交情势告急 清朝政府外务部官员施赵基 推荐年仅31岁的武连德博士到东北 全权负起抗欲鼠疫的工作 武博士义无反顾的接受使命 带领学生林家瑞一起到疫区前线抗疫 武连德医生在他的自传《鼠疫斗士》里写道 在那里我发现情况是很不满意 地方行政官肯定是一个鸦片烟鬼 他自称是一名业余医师 根本不相信病菌或者外国药品 那里没有医院实验室跟防疫消毒站 只有一个曾经是医师的防疫师 用来安置那些怀疑被传染的病人 就是那些咳嗽呕血跟各种头痛的人 他们被不加区分地扔在那里 这种咳嗽吐血的病症 最先感染的是居住在满洲里一带的俄国人 后来查明是由西伯利亚传入满洲里的 两个月内死了392人 有一部分以捕猎吐蕃鼠为业的山东移民 受传染的就更多 他们捕捉了吐蕃鼠也叫汉塔 他们把捕捉到的吐蕃鼠包下树皮染色 冒充黑雕来卖钱 满洲里距离哈尔滨有880公里 中东铁路的乘客纷纷往客栈下车 其中包括染病的 因此把疫病散播开来 哈尔滨也不能幸免 一些猎人捕捉了吐蕃鼠后 就往客栈居住 客栈的卫生条件很差 特别拥挤 只要有一人染上疫病 就能传染整个客栈 再传到别处 哈尔滨的名字来自满族语言 意思是晒雨网的地方 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 哈尔滨迅速繁荣起来 人口达到了7万 这里居住了许多俄罗斯和日本侨民 以及其他外籍人士 是俄国势力在满洲的主要中心 当年哈尔滨城市里的行政区 叫新市街 就是现在的南港 处在火车站四周 也是中东铁路的附属地 这里居住了数万俄国人 和不少日本人及西方人 铁路的东边是中国人居住的区域 叫富家殿 现在叫道外 当地人当时把它称为地狱 那时聚居在富家殿的人口 有两万四千人 哈尔滨的第一起鼠疫病例 就在这里发现 鼠疫是烈性传染病 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淋巴腺鼠疫 死亡率比较低 第二类是肺鼠疫 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接触 仅呼吸传染 死后皮肤呈紫色 所以也叫黑死病 欧洲在中世纪的黑死病 就夺走了四分之一 欧洲人口的性命 第三类是败血症 在冬天的时候 肺鼠疫比较多出现 肺鼠疫从这个 武连德这个时候开始 才比较明确的分出来 肺鼠疫这样一个词 这个过去认为呢 就是说是老鼠得了病以后 钉了老鼠的那个跳蚤 然后钉人就传播到人身上 但是呢 在当已经爆发了 这个人类的流行以后 就已经不是 光靠这个老鼠的跳蚤 能够传播的 它可以是 通过人互相之间的传播 因为它有肺鼠疫 肺鼠疫的话就通过咳嗽 飞沫就可以传播 经医学证明是肺鼠疫之后 防疫的工作就立刻展开 以集中权力控制疫情的蔓延 最初 伍连德是以 瘟疫调查员的身份到哈尔滨 在施召机进一步推荐下 被提升为 自东三省到山东 整个地区的防疫组织总司令 整个防疫工作 获得东三省总督西凉的权力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年 在哈尔滨住有许多外国领事馆 东北的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 都归日本人和俄国人管理 为了控制疫情 伍连德主动向他们商讨 加强简易合作 经过一个接一个的走访拜会 只有美国和俄国表现稍微友善 俄国铁路局并借助货车车厢 以协助隔离病人 在当时五年代的时代 也没有抗菌树 抗菌树的发明 1928年青梅树才发现 1945年左右才开始 能够在工厂的生产 才能够得到应用 那还相差三四十年了 我们现在数月可以用抗生素治疗 但是那时候没有啊 黄安药也没有啊 黄安药要1935年才发现 也要到1937年才开始使用 所以当时这个能够成功的 以这个自己的 这个医学的知识 人为的这个力量 去消灭一场天灾 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武连德自兴连 1879年生于马来亚槟榔羽 17岁时考获海峡殖民地女皇奖学金 进入剑桥大学 易曼纽学院学医 是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生 在五年三个月的学医生涯中 赢得学校几乎所有奖项 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是 荣获齐德尔临床医学金牌 和科斯勒病理学奖 他也获得在伦敦圣玛丽医院 免费实习三年的奖项 成为圣玛丽医院的 第一位华人实习生 1902年 成绩优异的武连德 获得剑桥易曼纽学院 研究奖学金 是唯一得主 他在名师罗纳德罗斯的指导下 研究瘧疾 并向德国哈勒大学的 卡尔弗兰克教授 及巴黎巴斯德研究院的 梅契尼科夫教授 学习细菌学 1903年 武连德通过剑桥大学 医学博士考试 当年他只有24岁 同年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 回到马来亚吉隆坡医学 研究院工作一年 致力于研究瘧疾和脚气病 1904年 武连德在槟城开诊所行医 1905年 认识了到槟城游览 中国史结团的施兆基 武连德给施兆基留下了深刻印象 施兆基大他两岁 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或硕士学位 回国后 施兆基担任过哈尔滨主管政务的倒台 后来在外务部服务 是中国出色的外交家 1907年 当袁世凯要聘用专家改革陆军军医学堂时 施兆基大力推荐武连德 武连德接受袁世凯的聘请 在1908年担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帮办 也就是副校长的职位 上任前 他先到伦敦和柏林 考察军事卫生学六个月 当哈尔滨发生鼠疫时 在外务部担任要职的施兆基 再一次向朝廷推荐了武连德 除了外国领事馆 武博士也到俄国防疫医院查访 发现医院不用口罩 而且不听他的劝说 结果医院的几位职员被感染而死 前来防疫的法国医生梅斯奈 也在这里受到感染 两天后发烧头痛 仅仅四天就死在这所医院里 很明显 传染通过病人呕出来的大量询验 一个接一个发生 能够阻止的办法 只有严格的将病人 从健康的人群中隔离开来 医护人员把嘴跟鼻子都用纱布和绵容遮挡起来 作为一种保护措施 药品没有丝后作用 因为这种疾病对肺部的破坏太快了 很快的 其他地方的防疫人员 还有老百姓都戴上口罩 后人把这种口罩称为武士口罩 在政府的权力支持下 武联德博士动员了军队 警察 邮差 中医等等所有的资源 制止疫情的蔓延 感谢北京基于我的支持 感谢不断增加的助手 他们包括一些教会医生 我们可以把学校剧院跟御史变成消毒站 把寺庙跟废弃的房屋 改建成隔离病房和瘟疫医院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医生 只有中医 尽管那些中医都是没有多少 这个现代医学知识的 但是毕竟他是医生 在地方上有一定的说话的分量 因为病人病了听医生的总是对 所以这些人他都可以动员起来 武联德严格执行铁路检疫 检查道路和通过冰冻的河流入境的人口 建立一系列的卫生规则 以控制疫情 人口的流动也被严格的限制 但要限制准备回老家过年的人们 就十分困难 再加上许多人不忍看见 这失衡遍野的景象而纷纷外逃 当局不得不出动军队控制流动的人口 尤其是在铁路上 鼠疫病人必须送到医院治疗 他们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碳酸消毒 没有出现症状 但曾和病人接触的人也必须隔离 为了控制疫情 整个附加店被分成四个区 各自拥有消毒站 消毒车 医务和工作人员 警察 每天各区派出四十六组搜查队 到各家各户巡视 一旦发现疫病病人和疑似病例 就把他们移送到医院和隔离所 并且在他们的住所进行消毒 污浊不堪的就被烧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少数人之外 这四个区的居民和工作人员 不准与外区人员接触 外围驻守着一千一百多名士兵 城里六百名警察维护秩序 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组织逐渐步入正轨 官员们接受了我的观点 一九一一年一月 鼠疫流行形势最为严峻 最多的一天有一百八十三个人死亡 为了方无盟人 忍耻 宝贝 甚至你母亲 你不能不及其宝贝 我想这种地位 我受伤了 无盟人 应该诡论 你自己自己 我这种地位 就是 温度 在温度 由于土地冻结 挖掘好坑非常困难 棺材堆积的数量急剧的上升 到了一月底将近四千副棺材堆积在坟场 无法埋葬 我抓住事情的关键大胆地向北京请求允许 将所有的棺材分毁 耽搁了两天总算收到了命令 将尸体火化 一月三十一号两千副棺材按每一百副一列堆积起来 虽然天气很冷风雪交加 却烧得非常壮观 到了二月三号没有一副棺材残留 而在几天之前 这里尸体却排满了半里多路 我们现在不再像从前那样感觉惊慌失措 以更高的热忱和希望投入工作中 传染病的流行终于受到了控制 在哈尔滨附加店最后报道的鼠疫病例 是在1911年3月1号 当时的鼠疫的停止 有一个非常喜剧性的喜剧 就是因为正好是中国春节 中国春节 所以这个时候武林德 他就是去跟地方官讲 跟老百姓宣传 你们春节那天大放暴走 炮仗 所以那天的话到处放炮仗 平时要这个过年过节要多得多 这一点来讲的话 他就是利用了中国的民族 或者说他的这个中国 这个知识跟这个西方的医学知识结合起来 因为这个炮仗它本身实际上的火药 它的主要成分是硫磺 他说那天这个这个 那个一带的话 满城空气上到处都是迷茫着这个硫磺的这个味道 而这个硫磺在这个时候呢 就起到了消灭这个鼠疫 干净的罪 现在我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城市 如双城长春沈阳等 那有成千上万人死于传染病 他们照样采取了我们在哈尔滨发现的有效方法 到四月底 整个华北跟东三省的处异 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这场罕见的传染病 夺走了六万中国人的生命 花费白银一千万两 经济损失 一九一一年 一九一一年 这场举世震惊的鼠疫大流行 也成了国际报刊的头条新闻 连一新闻话报更大幅度的将抗议照片刊登出来 震撼了全世界 当时的抗议和防疫弹案记录 如今还珍藏在中国辽宁省弹案馆 已将近百年 在众多记录中 包括了中国各地向东北抗蜀疫中心的例行报告 拨款和会议记录等等 尤其珍贵的是 由中国清朝政府主办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记录 在伍博士的带领下 横扫东北的鼠疫在不到四个月就被扑灭 为当时的清政府挽回了不少面子 清政府决定要召开一个国际鼠疫大会 大会主席当然是非五言得莫属 1911年4月3号 万国鼠疫大会在武连德的主持下 在奉天隆重地召开了 奉天就是今日的沈阳 当时由日本人创办的具有影响力的中文报纸 圣经时报 大幅度报道了大会的开幕仪式 东三省总督西梁 带清政府摄政王再封发表开幕词 外务部施召基阐述研究会的目的 和介绍武连德 并推举他为大会主席 武连德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汇报东北抗鼠疫的心得 这次的万国鼠疫研究会意义纷繁 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办国际医学研讨会 此外在施召基武连德等流洋知识分子的推动下 这次国际研究会可说是封闭的中国 开始门户开放的表征 当时开会的会址 就在沈阳小河院对岸的奉天会工公司 如今辽宁省档案馆 还珍藏着奉天会工公司的平面图 后来公司的陈列式经过一番改装后 成为这个为期26天的医学研究会的会场 当年这个深具历史意义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会制 如今已无迹可循 奉天会工公司的旧址 现在是一所师范学校 当时来自11个国家的多位著名医学家参加了会议 其中包括俄国的萨伯罗特尼医生 日本细菌学权威北里柴三郎医生 参与研究会的代表多达130多人 清政府还郑重其事地安排了 有关负责保安的工作和康乐活动 当时那个就是咱们东北 那个这些官员 他也想展示一下中国的那个这种大国的这种 那个地就是这种这种风采吧 他当时呢不但进行就是那些展出那个有关是防疫的那些图片 啊标本这个竞产材料展出 他还展出了一些中国的什么 俗话啦 呃那个些些工艺品 他为了让这些西方人不枯燥不那什么哈 他每天的每个星期星期六晚上六点到九点的期间 把他的职业队派来 职业队呢给呢开个舞会了 就这三个小时期间职业队在这活动 大会持续了二十六天 在会议的第二天 主席伍联德博士建议全体代表 为在抗疫中所有殉职的医生默哀致敬 为了纪念他们 大会还决定休会半天 以表哀思 这次的鼠疫研究会收获很大 大会向御会者介绍了许多防范和应对措施 以防范将来发生类似的传染疾病 这次会议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 最后我提醒各位 这是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 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除了你们观察到的满意结果 跟属于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 通过这次会议 你们将不仅对国家生活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未来医学科学的进步 起到推动作用 我荣幸地担任这次会议主席 但这也深深地感到他的重担 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将是中国在促进人类幸福的国家中 占有一席之地 除了以英文在马尼拉出版的500页的大会报告书外 中国国内也有一份关于大会的记载 这本书是逐日地把当时开会的情况收集起来 是新闻报道的汇编 由史学大师陈元所作 书内有当年光华医学院院长郑豪的续文 私会名为为学术研究业 而野心者乃越拦入政治问题 岂不悲哉 岂不悲哉 本来这是一个学术会议 但是有些有野心的人 当他在没明说 大家看了这本书就可以知道 他们要拦入政治问题 就是有一些人 有些他当时就看不起中国 认为中国政府 中国的医生 或者中国的学者 就没有资格 或者没有这个水平 来主持这个会议 但是这个会议最后的结果 特别这个武博士 在这个领导这个东山省的防疫的过程当中 或者这次会议的表现 最后使得包括那些过去看不起的人 也不能不佩服 所以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在今天 对我们华人争光 也是一个 而且可以了解当时这么一个形式 它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年仅32岁的武连德 以丰富的学识 严格按科学败事的精神 和卓越的组织才能 受到政府的信赖 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 1911年5月 武连德在紫禁城受到皇帝接见 当时是摄政王再封 代表年幼的宣统皇帝接见他 授予陆军蓝顶军衔 并被免世赐封一科进士 俄国和法国也授予他荣誉贤 武连德 一时被服务外誉为 防疫科学的权威 武博士立即被任命为 外务部的医官 并聘请他在卫生部当高官 让他掌握全国的保健事务和医院 但他蜿蜒谢绝 并指出鼠疫会再发生 要继续研究鼠疫 追根究底 找出根源 陆军部依旧保留了 他陆军军医学校副校长的职位 武博士从北京返回哈尔滨后 马上提交了一份 建议书给外务大臣 请求建立一个防疫事务管理处 同时着手鼠疫问题的调查和研究 他组建了历史上第一支 中俄联合考察队 由武博士和俄国细菌学专家 萨伯罗特尼医生带领 向满洲里和西伯利亚出发 接着武博士在带领一支瘟疫调查小组到满洲里北部和蒙古土拨鼠出没的地区 继续他们的研究 由一个陆军州市带领十个骑马的侍从跟随 完成了土拨鼠和鼠疫关系的调查这篇论文 并在国际医学会上宣读 1913年在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 1911年10月 中国爆发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成立 辛亥革命后 1912年11月 北洋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 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防疫机构组织 武联德任总办兼总医官 中国从此开始有系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体制 在武博士的领导下 东三省防疫处几乎每年都有一份完整的防疫报告 除了文字资料也有大量的照片和图像说明 武博士个人不但亲于笔羹 也热衷于摄影 在抗疫期间 他结识了伦敦时报通讯员莫里寻 和他一起深入疫区 猎捕疫情镜头 莫里寻后来成为袁世凯的政府顾问 这两本照相簿 收藏了武博士抗疫的三百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在这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 尽管财政紧张 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的领导下 十六年间 整个东三省陆续建立了六所防疫医院和实验室 在没有流行病发生时 医院作为普通医院 体现了平时应诊 一时防治的功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防疫机构的建立对东北地区流行病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防疫工作 1913年6月 武博士被聘为袁世凯大总统的顾问医生 袁世凯去世后 新继任的大总统黎元宏 在1916年为任务联得为总统特医 同时兼任京汉、京章、京凤、京浦四条铁路的总医官 1917年 中国第二次大鼠疫在山西爆发 从内蒙古蔓延到河北、安徽、山东、南京等地 武博士亲临疫区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利用六年前东北防疫的经验教训 积极应对 终于在1918年5月将鼠疫扑灭 把死亡人数控制在16000人 一直到1919年 哈尔滨才爆发了另一场流行病灾害 霍乱在哈尔滨夺走了275条生命 幸好有防疫医院的医生和设备 紧急中接收救治了2000名患者 这些近百年的照片 很完整地记录了东三省防疫人员 如何防止和治疗破乱的过程 为后人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历史照片 是当年武博士送给马来亚大学的珍贵收藏 1920年 正如武博士所料 东北费鼠疫卷土重来 武博士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 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 迅速地扑灭了鼠疫 当时哈尔滨的人口已有30万 只有3125人死亡 而十年前的那次 只有7万人口的哈尔滨 却死了7000人 即使从死亡率来看 这次疫病控制也是快速而有效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次的抗疫行动中 最令武博士感到惋惜的是失去一个年轻优秀的防疫医生 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阮德毛医生 他在工作中受鼠疫感染而死 西财辱命的武博士 在他的自传中 特别提到几位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得力助手 第一次抗疫自告奋勇 随他一起来到哈尔滨的军医校学生林嘉瑞医生 同样是剑桥毕业生 和他共是22年的陈永翰医生 经与细菌学研究 并能说多种语言的犹太医生伯利是 在劣性传染病高发的前线 他们并肩和死神决战 拯救了无数的生命 经过多次抗疫的实践 武博士总结出防治劣性传染病过程中最困难的症结 那就是人们极度恐惧下的消极态度 在鼠疫流行期间 人们普遍害怕隔离 在病人活着的时候不报告 死后把尸体蒸出来 病人被隐藏时 家庭成员和朋友常常会被传染 幸亏在哈尔滨跟他管辖之下的 比较小的城镇中建成了配备富有经验的医生 跟助手以及一些女护士的医院 第二次传染病的出现 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惊慌 他们能够靠过去八年里观察 跟研究所获得的知识 以他们的精力和信心处理好传染病的流行 其实中国这次跟上一次刚好相反 中国从一开始就领先于俄国和日本 中国人甚至于帮助俄国的同事 完善预防跟治疗的措施 以回报他们十年中给予中国的物资帮助 武联德博士领导的东北抗疫 是载入人类与传染病斗争史册的成功案例 正因为他在防疫科学理论与实践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26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他属意专家称号 著名学者梁启超当年如此评价 这位功勋卓著的华人科学家 科学输入垂五十年 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 五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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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上海黄埔江边来了一位人称鼠疫斗士的大衣冠 要为中国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里于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 是一座有八十年历史的建筑物 这座海关大楼是中国海港海关自主权的标志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是中国重要港口 由于上海部分地区当时是英国 美国和法国等的租界 为外国侨民居留和通商的地段 当年的上海已发展成繁荣的国际大都会 有东方巴黎之称 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从1873年起直到1928年 检疫权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检疫工作是为了维护洋人的利益 所制定的章程需获得各国领事同意 才由海关公布后实行 许多海关外籍医官还以检疫为掩护 在中国大发横财 当时的海关也给鸦片走私许多便利 全力操纵在外籍海关官员手上 他们不但不查进鸦片 反而放任鸦片走私 海关根本没有起到查丝积丝的作用 因此全国纷纷掀起了要收回检疫主权的滥潮 1929年中国卫生署派武联德负责交涉 收回检疫主权 在武博士和政府的努力争取下 中国于1930年将海港检疫权收回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边境检疫机构 说起中国的边防检疫 这和1910年及1920年的东北鼠疫大有关系 那两次都是从俄国境内传入 为了预防鼠疫传入 当时由武联德博士主持的 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 成立了满洲里防疫医院 负责对所有出入境的人口实施检疫查验 从这里开始了陆地边境口岸检疫 为收回检疫主权 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武联德博士 成为全国海港检疫处第一任处长 兼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 武博士这时正好51岁 离开马来亚到中国任职 当医官有22年 新的检疫所 开始时设在上海海关大楼第三层 管理处领导也在这里办公 检疫所开始只有20人 之后增加到66人 武联德博士在他的自传 鼠疫都是里写道 直到现在 这一领域的预防医学 依然没有步入正规 原因是缺少有专长的领导人 缺少足够的资金 而且中国官员 外国领事 跟船运公司的代表们 对于检疫规程的广泛内容 缺乏足够的了解 那个时候呢 我们那个检疫呢 要什么呢 检疫设施 每一项促使 要得到这个地区的 所谓的外交使团 就是领事的同意 才能实施 那么领事考虑的利益 首先维武他侨民的利益 不会考虑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 那么这个 你这个措施 即使制定有这个措施 他不同意 你也没办法实施的 那这样一来 你这个检疫机构 能发挥公共卫生防病的作用吗 不可能的 对吧 为了逐步收回各检疫所 卫生署委派杨婷光 林家瑞 武长药 金乃义 及戴芳渊五人 于1930年7月1号 在上海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 负责指导协调 全国海港检疫所的检疫工作 成为全国海港检疫中心 在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协助下 他们五位也先后到欧美 巴拿马 香港 新加坡和日本考察 接着 身经百战的武博士 有系统的将全国各口岸的检疫工作 陆陆续续的从外国人手中接管过来 结束了中国海港检疫 由海关或其他部门兼办 各自为政业务混乱的局面 武连德亲手起草了全国第一部海港检疫章程 于1930年9月28号颁布实行 从此 中国海港检疫有了统一法则 使海港检疫真正起到一个防止传染病的传入和传出的公共卫生组织 武连德 武连德也因此有中国自主检疫的鼻祖的美称 自1931年1月1号起 移民的健康检查和众斗费收归海港检疫管理处 作为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处长 我最感到荣幸的事情 是和各外国机构的官员建立真诚的合作关系 他们包括领事专员银行家海关官员 船运总裁跟商业公司的领导人 为了促进合作 检疫处特别主办年宴 来向和他们交往的官员们汇报整年检疫业绩 并听取官员们的批评 以求进步 在武博士的领导下 年宴总共举办了四次 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 成立短短四年以来 虽然取得巨大成就 可是进展并非一帆风生 在前进中的每一步 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首先必须解决跟克服 为谋取私利而结成的集团 改变船运集团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 在我们的机构 证明了自己有效跟可信之后 认为真诚的合作 在这期间 日本关东军在中国沈阳 发动918事变 中国东北沦陷后 武连德再也不能重返 哈尔滨主持防疫 东北防疫总处 只好宣告解散 自此 武连德专心于长城以南的卫生检疫工作 基本上常驻上海 而在1932年松户抗战中 处于前线的吴松检疫站 汇于战火 使上海口岸的检疫工作 中断长达一年时间 武连德毅然率领检疫处人员 组成救护队 上前线医治了两万多官兵 和救治了几百名伤兵 同一年 霍乱又一次大流行 身为检疫处处长的武博士 肩负起霍乱防治领导工作 全国有将近十万人发病 死了三万一千人 上海的非租界里 霍乱死亡率仅7.4% 而英法租界外国人的病人死亡率 为百分之三十 武连德取得了洋人医院 不敢想象的成绩 全国海港检疫处 在武博士的领导下 很快地成为东南亚地区 一流的检疫机构 但是 就当一切正要稳步前进时 中日发生战争 大部分港口被日本占领 上海被日军轰炸 城市的预定 最后一切 倒下 1910年东塞省爆发的肺鼠疫大流行 是近代世界空前规模的烈性瘟疫 武联德组织领导防疫人员一举扑灭瘟疫 从而避免了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惨剧在中国重演 被誉为鼠疫斗士名阳中外 1911年4月武联德博士在沈阳主持了万国鼠疫研究会 是中国第一次举行国际医学会议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结果是 提出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决议 以及在中国创建技术医院 建医院为学生提供临床经验设施 正好是武博士多年来想实现推行医学教育的愿望 当我在1908年到天津陆军医学堂担任帮办 也就是副校长的职位的时候 我就深深地感到要拥有一所现代医院的必要 因为学生在学校里学习所得 必须在医院里付诸实验 然后才能融会贯通 熟练掌握 1915年 袁世凯任总统时 北京较完善的医院都是外国人所设 因此 当财政总长周学熙 想拨十万元在北京西山建一所疗养院时 武连德向他指出 北京更需要一所现代化的医院来服务老百姓和政府 同时也可用于推广现代医学 结果 武博士的建议被接受 除财政部拨款外 大部分经费由民间筹集得来 地点选在富城门内 位于白塔寺东侧 1916年 电机之后 每天 武博士成人列车 从东堂子胡同的家经过故宫 来到医院工地督工 直到打好地基 墙砖建起来为止 整个建筑经费的来源 最后达成协议是 政府提供地皮 铁路部门运送建设材料 只收取半价运费 海关允许材料免税进口 医院的建设费用 则需多方筹捐筹集 医院建筑是由美国公司成建 所有建筑材料 全部用中国的水泥 在多方的努力下 最后在1918年 以30万元的投入 建成了这所价值40万元的医院 首任院长伍连德 自己也捐赠了2000元 在1918年正式开院 命名为中央医院 伍连德担任第一任院长四年 打破了外国医院 在京垄断的局面 全院之中设有热水管道 厨房烹调均用蒸汽力 医院拥有一百二十张床位 是当时中国第一所现代医院 如今 这里是北京医科大学 人民医院分院 医院的设计当年是认为是相当好的 因为在美国的一本叫Modern Hospital 这个杂志就登了这个 所以是当年来说认为这个设计是很合理的 很好 但是这个设计的医院里头 只是为一百二十个住院病人 二百个门诊设计的 那么同时 这个医院 也是中国唯一的 自己用中国的这个资金来建立的 最当时在1920年左右的时候 是最大的一个综合医院 General Hospital 病人的这个通路 这个送送病人的各种的运送 病人的这个需要的物品 以及病房当时 病房里头还有一个有一个圆形 就是一个Solarium 就是一个日光石 两个Wing 非常好管 这个这个护理站 一看两个Wing都看到了 所以这个我们在1942年 在这工作的时候 觉得也是非常方便 这个地方到现在 我仍然很回忆 很想都觉得这个医院很安静 很好 这个Efficiency很大 当年只有一栋老建筑物的中央医院 如今已发展成为北京大学附属医院 成为集医疗教学为一体的大学医院 现在医疗人员每年 为四五十万人服务 已经成为全国疑难 集重症的诊疗中心 对他那个已经没有白细胞了 说明还是健好 不吃饭了 然后咱们去调整一下医疗师的 初几个晚 他也成为医疗和教学中心 现在在医院内的各类学生 有将近一千四百人 一个医疗机构一定要有要有个魂 这个魂呢我们找到的就是从武连德博士身上 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国敬业 从上科学 而且有现身医学的这种精神 而恰恰这几个重要的精神 是每一个医学医务工作者 一个医生说尤其是大学生 所必须具备的 而这些特质恰恰在武连德先生的身上 都有所体现 所以呢我们在历届学生和新员工的教育过程中 就是给他们介绍我们的首人院长的过程中 大家都是神感浓受 认为武连德博士确实是代表了一代医学家 也就是说为我们今后的新的医学家的产生 它是代表的一种精神 北京城里一座绿瓦灰墙宫殿式的医院 和武连德博士也有很大的关系 1914年 洛克菲勒基金会首次派中国医学委员会 来调查研究中国的公共卫生和医药状况 总共考察了17所医学校和97所医院 当年今任外交部医官的武连德博士一直陪团考察 并向考察团建议 在北京建立一座新兴的医学院和医院 被洛克菲勒采纳了 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医院在1921年落成 协和21年建立到现在已经监禁90年历史 作为全国我们认为是最好的西医综合医院之一 在这将近90年历史中 协和形成了自己的怨训 怨训 严谨 求精 勤奉 奉献 那么这个应该是对每个协和的职工 不管是我们医生还是护士 还是行政管理 包括后勤的 都在我们的日常工作都要体现出这一点出来 所以在SARS期间 我们第一 我们认为我们是中国的最好的医院之一 尤其是作为卫生部全国唯一的临床疑难重症诊断诊疗中心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利用行政医院综合实力比较强的特点 就是感染科和别的科室合作 临床科研究和技术研究结合 应该说在很多感染性疾病或者传染病方面 比如说像非典就是SARS 或者先AIDS 包括像解合我们都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应该在国内还是最比较领先的地位 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比较长 有时候可以有几个月半年 直到今天 北京协和医学院还是根据当年五博士所主张的规定 用英语授课 以跟进新的医学进展 除了北京这两所医院外 五博士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二十多处 1922年受凤天都军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建立了东北陆军医院 共有五百张病床 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 设备最好的医院 这所医院作为治疗伤兵和训练军医的用途 平时也可为一般平民看病 东三省防疫处总办兼总医官武连德博士 被人们称为三氏 医学博士 皇帝亲赐的医科进士 国际著名的鼠疫斗士 他在东北长期的卫生防疫工作中 深感需要培养医学人才 特别是卫生防疫人才 武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医生 多方奔走 取得地方政府与社会贤达的支持 于1926年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 后改名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 武连德任校长 林家瑞任教务长 学校兼收男女学生 学至四至五年 用英语授课 这是东北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高等医学校 如今 这所经历八十年风雨历程的医学校 已发展成为北方医学名校 哈尔滨医科大学 宽广优雅的校园 坐落在北方名城哈尔滨西南市区 时至今日 校园各处仍可见校方纪念学校的创办者 和第一任校长的用心 你像在上个世纪的是1910年 当时是属于横行 20年又是横行 它是采取的办法是隔离 而且是就地是对死难者焚烧 有效的是防止了属于的蔓延 实质是方法现在看来很简单 但是现在就是包括SARS期间 还有大型的疫病 我们基本上也都是老校长的方式方法 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而这里有创新 还有就是不怕牺牲的精神 武博士在中国建立20多所现代化医院和医学研究所中 不遗余力提高现代化的医学实践和有效的医院管理 他抓住每个机会筹集资金 帮助建立更多的现代化医院 为了建南京中央医院 武博士和刘瑞恒博士 从新加坡慈善家胡文虎那里 抽得一笔30万元的资金 在南京陆军模范医院就职上 重新规划设计 1931年动工 1933年建成 这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国立现代医院 建筑师杨廷宝以中文景字来设计医院建筑 医院就坐落于风景优美的中山脚下 新海 在革命后 新文化运动开始发起 人们开始致力于思想改革 摒弃传统 接受新观念 1907年 武联德博士出到上海时 就和医学运动的领袖接触 加入了博医会 博医会这个组织 是由欧美教会医院的医生组成的 一开始 他们不准中国人参加 后来才接受欧美留学生加入 因此 武博士和从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 严福庆博士相识 他们就认为 在中国土地上 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学术团体 所以就蒙发了创办中华医学会 这个医学学术团体的想法 在1910年 武博士就在报上登启示 倡导组织医学会 不过当时没获得响应 直到1914年5月 他连同严福庆 于奉斌等7人 一起联名发起组织医学会 1915年春节 武博士等21位中国医生 在上海集会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 当时我们医学界是一般散沙 而且是很多都参加这个 外国人主办的一些医学会 而对中国的医生种种限制 那么他组织的几个人 当时包括严福庆教授 包括我的祖父于奉斌教授 他们组织起来了 成立中华医学会 这是一个最大贡献 就把我们中华医学的 整个一个医务工作团结在一起 那么共同来开展这个医奉工作 会议选举严福庆为会长 武连德为书记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 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 在1915年10月出版 有中英两种语言的核定版本 这本杂志就是对外的一个传合 就是说中国人自己的 对医学的研究的成就 中国人的这个科学 医学科学研究也是很多成绩的 这就也需要一个传合 一个杂志来发表它们 你外国的杂志 它不一定可以发表你的东西 那么中国人也自己的这个杂志发表 人家看了也觉得很惊奇 因为中国人做得很不错 1916年在上海举行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大会 武连德当选为会长并连任两届 武博士在大会的演讲 还郑重地提议中华医学会会晤 应用华语 这恰恰证明了 这两位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啊 爱国的心不变 爱国的热情不变 还是有强烈的民族自征性的 其实他们两个的英语都非常精通 非常流利的 为什么要用中文呢 就是为了表明 这是我们中华医学会 中国的医学会就讲中文 中华医学会终于在1932年 把博一会合并起来 合成一个统一的名称 中华医学会 拥有会员1200人 从那时起 会长都是中国人 像武博士啊 严霍金教授啊 还有我祖父当时了 他们有一个观点 就是一般来讲 这个他们跟这个行政方面呢 他们不是搞在一起的 他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富商实行革命人道主义 那当时当时没有实行人道 没有什么革命人道主义了 那么他们这一些 这个是比较是这个高超 这个思想境界都比较高 而且看得也比较远 他们认为走做官的话 那么只是当时就是 因为当时的官府呢 主要是亚本人民啊 剥削人民啊 这个期待人民头上 他们对这些是不需要一顾的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一生 是为了医学事业 为了我们培养医学生 做这个救世扶伤 做这个公共卫生 搞好预防 做这些工作 直到今天 中华医学会已经发展成为 中国最具规模的科学社团 拥有会员43万 当年的中华医学杂志 今天也已发展成 117种分科医学杂志 通过发行中华医学杂志 宣传先进的医学科学 展开了公共卫生的宣传活动 举办了许多卫生培训课程 武连德是1937年成立的 中华医学会 公共卫生学会的第一任会长 尽管武博士后来 不再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的 编辑工作 他还是经常通过文章 来传达卫生意识 以唤醒人们 对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 这些续文 是他亲笔为朋友写的书而写的 今服务国家社会 即三十年 耿耿自信 未敢后遇 却同时兼谋 世界人类之健康幸福也 如今 中华医学会 已发展成拥有 八十四个专科分会 是中国最大的医学学术团体 以学术交流 知识更新为宗旨 每年中华医学会 要举办二百余次学术会议 其中包括 大型综合性的 国际学术交流会 说到当年的创办人时 现任卫长有很高的评价 他是一个热心一工医 而且热爱自己专业的 这么一个科学家 实际上他做的很多工作 远远超出了当一个医生所做的工作 他用他的影响力影响政府 他极力的主张 把海关的检疫 收 就是收到 收为我们自己国家来控制 他积极主张进行交流 他积极主张进行防御防 所以这些的话 都远远超出了 当一个医生的这么一个范围 他的可贵在这儿 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的 伍联德博士 自从1911年主持过外国鼠疫研究会后 在26年间出席了十多次国际会议 1927年 国际联盟卫生组织 聘武联德为中国委员 并邀请武博士 对欧洲12个国家的卫生机构和研究所 进行了一次考察 这四个月的旅程和考察 让他坚信中国迫切需要推行公共卫生教育 大战之后的巨大变化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战败国并非一片萧条 取而代之的是 各阶层都满怀信心改造现状 使自己适合时代新的要求 战败国得到额外的推动 接近全力在效率和物质生产力方面 赶上美国的标准 教育变得更加务实 贸易手段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甚至医学训练也变得侧重预防 以便使现在比较少的新生人口 获得健康长久 节省国家在疾病方面的开支 1934年 中国再一次主办国际会议 第九次远东热带医学会议 在当时的卫生部长刘瑞恒支持下 在南京举行 这次会议非常成功 伍连德博士和他的侄儿 伍常耀医生 在大会过后不到五个月 出版了两部 各多达八百页的会议报告 双双都因此获得大会精致奖章 以作纪念 除了出席和主持国际会议 伍博士也不忘学术交流和进修 1923年 他受邀到日本 成为中国第一位访日的交流教授 虽然已经获得医学博士 但他从不自满 在1924年 远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进修学校卫生和公共卫生学 次年结业 后来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 此外 伍连德博士在防止肺鼠疫的传染和蔓延 以及发现吐波鼠在肺鼠疫传播所扮演的角色 所作的杰出成就 在1935年 被提名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之一 1983年 创立了肺鼠疫学说 从此 肺鼠和线鼠疫等鼠疫的分类 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是鼠疫防止理论的里程碑著作 古连德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 其实早在1910年 我就想过要写一篇关于费鼠疫的专题论文 可是我非常明智的将这个想法压抑到现在 经历的越多 我越能用更加精确的语言来表述这个专题 我越认为凡事应当三思而后行 我开始发现肺鼠疫病症是多么广泛 在地球表面的热带和寒冷地区 它是怎么样频繁的发生 虽然极端致命 却并非绝对如此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因此授予武连德医学博士学位 武博士的另外一部有关鼠疫的代表作是 鼠疫手册英文版 在1935年6月出版 1937年 由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和上海海港检疫所 出版了中文版本 书名为鼠疫概论 这是由武连德博士和他的得力助手陈永瀚 伯利士和武长药河边 武博士的另一本经典之作是他和王吉民博士合著的中国医史 中国医史的撰写起因与一本美国人写的医学史书有关 1913年任华盛顿军医署图书馆馆长总助理的加里森 出版了医学史一书 这是美国第一部全面介绍世界医学史的专注 是医学史方面的权威课本和主要参考书 整本书总共有762页 描述中国医学的内容竟然只有一段还不到一页 而且还多有贬低之意 武连德质函询问 何以对中国医学介绍如此简略且错误连篇 加里森复信说 既然中国医学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何以中国人自己不写出来向外人介绍宣传 武连德于是就和王吉民合作 历时16年终于完成中国医史 整本书总共有900页 1932年由天津印字馆出版 1936年上海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再版 后人称为王武医史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英文版中国医史 武博士在中国医史第二版上写道 我们认为这是实现人们长期以来 对中国人进步历程中最光辉的课题 能有简明而权威性的阐述的愿望 近来许多人将目光集中于中国 第二版概括了本土艺术的发展 和现代医史的冲击 希望这一版的出现能够激起更强烈的反应 从事医史研究超过半世纪 并撰写中国医学通史 共四大卷的李金伟教授 也肯定这本书的价值 我觉得它的价值还是很高的 它主要写的要是这个 西医传入以后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所以它这个书大约三分之一 是这个讲中医几千年的历史 三分之二讲近百年西医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情况 所以它的资料性 学术研究当时的那些水平 各方面都还是非常可取的 中国医史出版后 在国外备受瞩目 影响比较大 也比较广泛 在六十年代 在中国被翻译成中文版 当时只印了十本青样 当时卫生部顾问的几个外国专家 都看了翻译的这个英翻中的水平怎么样 是不是翻译的正确 都经过审查 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如果是当时文革要晚到这个半年一年的话 这个书出来 正好这个书杀清了 那个文革就放下 现在我们还正在努力 希望我在这里能够抽集一笔资金 能把这个书出版 我现在几乎在美国各大的 医学院的图书馆都有收藏 而且是成为西方学者研究 近代新医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第一手资料 文艺的一本著作 因为它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 而其中的原始教官像海关医学报告 目前几乎没有这么披露 但是是全部收录在他的这本书当中 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艺术 或者现代艺术 这部著作被公认为中国一史三大经典之一 因为是第一部英文的中国一史 更被国际科学史界高度评价 就因为这样 王武二人最早成为1926年成立的 国际科学史界最高荣誉机构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 至今获得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只有十位 武连德博士不单单是位学史渊博 身经百战的科学家 他也是位关怀社会和人群的医学教育家 武博士在良友的名人生活回忆录中写道 我现在虽是卫生行政人员 但对于医务社会跟文化事业都很喜欢参加 我所加入的团体有十余种制度 如中华医学会 中华麻风筑记会 中国防劳协会 公共卫生学会 中国科学社 亚洲文会 国际问题研究会 太平洋协会 及中国评论周报社等 上海亚洲文会讲演厅的建筑费 大部分是我个人捐助的 因此那个讲厅也用了我的姓名做听名 武连德博士慷慨均线三千磅 给崇尚亚洲艺术文化研究的 皇家亚洲学会建造会所 这是他为了感激早年获得英国政府奖学金 完成学业 能够有日后成就 表达感恩图报的心意 我觉得一个人责定了他的工作 就应该认真去做 千万不可敷衍英雄 如果是本的良心做事 便不可怕负责任 所以我写这篇文字的目的 是在把我个人的求学跟服务的经过 照实地写出来 或者可以给努力奋斗的青年们一点鼓励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